知覺倫希望大家熟習 熟習能夠隨時聽別人說話 就知道他在說什麼 能夠回應和引導他 但是我們還會說這麼多 在溝通方面 知覺倫幫我們認識自己的知覺 能夠我們全面性 整個人的生命 認識自己 認識我們自己想什麼 知覺倫會幫我們認識我自己 我想什麼呢 我現在的感覺是什麼呢 我看到什麼 我有什麼想法呢 當我們自己知覺的時候 我們隨時能夠了解自己 亦都了解別人 因為有很多人是有限的知覺 有限的知覺 就是有些人不知道他想什麼 有時候他不知道他的感覺是什麼 他的感受是什麼 於是他們就會受影響 自己不知道發揮他的生命 或者想溝通也溝通不了 這個就是我們有時候需要問人的 比如跟人聊天 看到他很想什麼 不過他總是不出聲 或者他的感受 他很不開心 但又不能說出來 我們就留意了 留意別人的感受 或者他想要的東西 他在想什麼 這些是會影響他整個人的 OK 好了 這個知覺倫我們就不會詳細說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不過今次講了更多溝通的 但我們簡單說 那幾個就是 第一 我的行動 左邊的行動 我的行動 我做什麼之前做什麼 現在做什麼 將來做什麼 然後我看到什麼 我聽到什麼 我身體感受到什麼 然後我認為我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是什麼 我相信什麼 然後我想什麼 比如說 我想有人跟我聊天 但很多人不會說出來 我喜歡你跟我聊天 我想你跟我聊天 但他不敢說 不想說出來 因為覺得很醜怪 有時候就會說 你都不陪我的 你都不陪我的一個控訴 來取代我想 我喜歡你跟我一起 我想你跟我一起 然後感覺 感覺就是 我覺得開心 覺得平安 覺得 或者有煩惱 其實 情緒是一個指標 當我們的心裡不開心 是告訴我們 有些事情需要處理 當我們的心 其實這個是指標 當我們的心裡有不開心 是告訴我們 有些事情需要處理 或者有些事情需要做 有些事情需要跟別人溝通 我們這次講 主動的聆聽和觀察 還有就是我們不同的方式溝通 那什麼是主動的聆聽 我用一個例子 如果你是很有興趣打網球 很有興趣打網球 當有一個人說 譬如有一個世界冠軍 網球手 我給你們一些提示 如何打法 能夠打網球打得好 我相信 如果你是很喜歡打網球的人 你立即是爭取這個機會 就算你要付錢 或者要抽時間 或者要告假 你都會去做 那你去的時候 你會怎樣 你是很留心去學習 因為你有一個目標 當你的目標 和有一個人 都不知道做什麼 去到蒙茶茶 就不知道 這個是很厲害的網球手 曾經很多年之前 我在中學的時候 有個同學帶我 去他們的會所 那個網球會 我是當時不知道的 是有一個出名的網球手 叫做Jimmy Connors 但當時他可能還沒有很出名 但他來到香港參加比賽 我當時 我根本還沒有打網球 但我看到他 原來打網球的球 都可以禁行 因為當時我打櫃球 好像打櫃球的球 都可以禁行 因為我本身有興趣 所以我都會有興趣打球 所以我看到我都會有興趣 但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誰啊 我都不認識 沒有興趣 同樣我們聆聽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主動聆聽 和被動聆聽是不同的 什麼是被動聆聽呢 就好像 你有什麼話說 我就聽吧 主動是什麼呢 你有一些不開心 那為什麼不開心呢 就會很流心去聽 或者主動學習 主動學習是什麼呢 Active Learning 譬如你來到 我們中間可能有人 有主動學習的心 也有些人沒有主動學習的心 譬如我自己經歷聖年充滿之後 我就參加不同的聚會 我想在聚會那裡學習 如何聖靈運作 那我就留意帶領的人 如何帶領 即是我在聚會那裡學到 接著我 有一次開始去宣教 我就嘗試去做 那我發覺可以啊 我也可以幫助那些人 經歷聖靈 和整班人一起 經歷神的同在 因為我是主動地學習 我主動去尋找方法 如何在聖年中運作 但同時我有些教友 我帶他們去聚會 我又鼓勵他們親近神 我又鼓勵他們給神勇 但他們去完之後 並沒有這個心 到今天 有時候我看到有些 他都好像蒙茶茶一樣 沒有什麼方向 因為他沒有這個主動學習的心 他沒有一個方向 同樣我們聆聽人的時候也是的 這個人我想認識他什麼呢 我會想對他有什麼影響呢 當我了解他的情況之後 我會不會想去影響到他 幫助到他呢 我們這樣就會主動地聆聽 但是很多時候 人是很難主動聆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興趣 他覺得你的事與我無關 我沒有興趣 但如果我們有個心 我想接觸的人 我也想祝福 我就想認識他是怎樣的 我們就會主動聆聽 其實我們做人也是的 有很多人是被動的 生命就是 煮到來就吃了 我有什麼工作 有什麼事情 就是 遇到什麼就是發生什麼事 而我們可以另一種生活方式 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的生命在神裡面是很寶貴 我怎樣尋找方向更大的發揮 這是神給我的動力 神給我的動力 我學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我都是有個心 有一天 譬如我學彈結他 彈琴 唱歌 去廣道 經歷聖靈 幫人經歷聖靈 我都是尋求 怎樣可以更加有效做得更加好 怎樣提升我的生命 所以這一個心態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那你又說 我太多問題了 我沒有能力去提升 沒有能力去主動這樣做人 其實在乎你的怎樣看法 我曾經都經歷很多困難 但我有這個主動的心 我什麼困難 我都決意不給他影響 我都不覺得是一回事的 那我就能夠面對任何的困難 所以我希望大家聆聽的時候都是主動 今天我們都會操練 那你操練這次就主動了 就是說 這個人我可以怎樣更加認識他呢 你會想到一方面就是去留心聆聽 第二就是 有些地方我想認識他更多 他好像沒有說到 我就去問他了解他 去更加認識他裡面是怎樣 來幫助他 聽別人說話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一邊聽一邊爬叛語 或者一邊計劃怎樣回答 所以變成就沒有留心 所以變成他不是Active Listening 不是主動來聆聽 也有很多人他不是主動做人 我希望這個父兄宣教事工的 是幫助人主動地提升 我的目的是提升更多人進入不同的事奉 主動聆聽是主動去聽 不是被動地讓別人表達 譬如當我們關心人和人討論 或傳呼聲的時候 我留意他 這個人的表情是怎樣 他的心情是怎樣 他的困難是怎樣 我盡量去關心他 去認識他 跟別人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要分辨 譬如說 有時我跟別人說關於耶穌 我會看他的反應 有些人是真的沒有什麼反應 我就知道這個人是沒有興趣 我就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沒有興趣 如果真的沒有興趣的時候 我知道我太多跟他溝通 反而他會反感 我會衡量 但有些人有興趣 有小回應 我就開始留意 不過他會問問題 我會問他一些問題 譬如說 你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神有沒有天堂 你有沒有興趣想知道 如果真的有天堂 你有沒有想去 有些人真的會回答我想去 這些人我會放更多時間 這就是Active Listening 和我Active去尋找他在做什麼 我希望大家分組的時候 我會主動地去尋找認識這個人 當我們去傳福音的時候 我的心是會記得的 譬如這個人 他是很抗拒某些東西的 這個人對某些東西有興趣 我會記住 於是我有機會可以幫助他 這就是主動的聆聽 我們就更加回應他 你很有心 你想去認識 我聽到很有興趣 你裏面有些不開心 但你想找出處理的方法 我覺得開心 你又想處理方法 你必定會找到方法 我們也有時候 他未必講完 知覺倫的各樣的東西 我們就去尋找了 他有什麼地方未曾表達出來的 我們可以用這方法 幫助對方溝通 第一就是重複說回他說的話 譬如他說 我想認識神 想認識是不是有個神 我們就可以告訴他 我聽到你說 你想認識這個神 是不是真的有神 我們就重複說的話 也可以用自己的字眼 好像你也有想到有沒有神 你也想知道有沒有神 我們就說出這件事 其實我初頭去教會的時候 我也是跟別人說的 我很想知道 是否真的有這個神 其中有人 其中有一個同學 我記得 有一個同學 聽到我說這件事之後 他就介紹我看了一本書 不過可惜這個同學 後來他離開了主 到今天他就離開了主 我自己也嘗試找方法 但是他聽到我說 他介紹我看了一本書 這個也是 他當時聽到我說的話 他有心去幫我 就是他Active Listening 主動去聆聽 然後用知覺論去問他 就是說他沒有說的話 我們想去了解 聽人說的話 我們就用眼睛看著他 所以待會在小組的時候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你有沒有用眼睛看著對方 就不要太多勸誡 不在那時候要教他 就有回應 即是說說一下頭 大家試試看 每個人都會有什麼反應 習慣會說一下頭 會說一些 對呀 或者嗯 即是有些回應 就聽完對方要說的話 譬如他一邊說 我們一邊聽下去 當然有時候 我們有些想了解 我們當時問也可以的 譬如說 那天有個意外 然後就一邊說下去 那什麼意外呢 我們可以問一問 那你不要在中途插口 即是不要中途改變的話題 或者加插一些意見下去 那其他人說完 也不要證明他錯 即是不要說 你會說錯了 而是就算有人提到佛教 我們不認同 但我聽到你很醉心於佛教 你覺得佛教能夠幫助你 我們可以遲些用問題問他 你覺得佛教能否幫助你呢 用探討的方式 就不是用一個你相信也沒有用的 你相信佛教去地獄 他不會有興趣聽我們說話的 還有不要攻擊 我們可以講我們的見解 但我們不要攻擊 譬如說我信輪迴 我說從聖經是知道人只是一次 你想要了解到底有輪迴 還是人只能活在世上一次 不是有投胎的呢 就不是去攻擊 因為你攻擊他立即防衛 雖然我們很想告訴他你是錯的 但他防衛的時候有反效果 接著便是辯論 你發覺他不斷跟你爭論的時候 我們就要停一停 我就說 我發現你有這個看法 我有這個看法 我們兩個看法不同 不如我們去想想 我們怎樣找出答案 你這樣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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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用的 慢慢爭論的時候是沒有用的 我們說的時候 跟別人溝通 很留意他在什麼狀態 譬如說 他有一個很 很自衛的方式 他在一個很不肯聽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慢慢再說的話 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就要停 想想怎樣回應他 讓他覺得被接納 他才有機會改變 第九 多謝他向自己溝通 聽完之後 亦都不要把他的秘密洩漏 這就是我們跟別人溝通很重要的 鼓勵人溝通 我們可以點頭 額頭 微笑 眼的接觸 回應 以及放下我們正在做的事 譬如手機 我們先放下他 留心聽他說話 專一聆聽 他亦都可以邀請他 我想了解更多 你可不可以多說你的感覺給我聽 這樣就去邀請他 好了 這個四種溝通的方式 我想大家去留意到 留意到就是 我們這個溝通的 英文用的一個字 一個就是 Style of Communication 就是這個方式 另一個就是 這個Dynamics 這一種的 動態 就是溝通的動態 有這四種方式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溝通的方式 原來顯示我們對人的態度 我們對人的尊重程度 或者是否想控制他 如果尊重 我們就不會控制他 即是我們想溝通 但我們不是想控制他 越想控制 反而令人反感和抗拒 好了 那四種溝通方式 第一種 就是普通友善的溝通 不是什麼討論 又不是分享自己 就是說 天氣不錯 你去哪裡玩 好不好玩 那些說話 這些是普通的 第一種Style的溝通 好了 第二種 是用身份權力地位 或者說服力 來令對方 做一件事或者改變 第二種溝通方式 不是分享自己的 只是想影響對方 但它有兩種的 這種溝通方式 其實是容易可以導致問題的 但我們都知道人有這種方式 輕量的第二種 輕量的第二種是什麼呢 指示他做事 叫他做事 這個是日常生活都會有的 但這些不是深度的溝通 但這是必須有的 人生一定會有的 分派他責任 教導 說服他 法師命令 勸戒兜售 即是他不想買的 我們想勸他買 指責 指出他錯誤 法勞蘇 法勞蘇即是想他改變 不喜歡他的做法 那這些是輕量 重量的第二種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用壓力 你不做什麼 我就會怎樣 我發脾氣 很憤怒 被人壓力 這就是重量的第二種 用壓力來 想用這個方法令人改變 和抗拒改變 比如別人叫你要做什麼 你不肯 我是不肯 或者攻擊對方 或者防衛自己 權力的鬥爭 爭鬧 傷害對方 怪責 恐嚇 欺騙 自憐 這種形式 會破壞人際關係 我們要認識 譬如你同一個人說的話 他說的話 立即有情緒反應 很憤怒 你知道他進入了第二種 強烈那種 你一知道進入了 你就不要再繼續 你繼續 結果是不會好的 輕量那些 是沒有問題 也是人生需要的 但是那些就不會建立人際關係 我們要分辨就是說 第二種是必須的 輕量的是必須的 但是不會建立人際關係 而重量的第二種方式 是會破壞性的 有壓力的 第三種是怎樣呢 就是討論和探索一些問題 尋找解決的方法 多數是表達思想 少用感受和意向 就是討論 對於政治 對於宗教 對於做人 對於買什麼東西 這些是一種意見的交流 第三種的溝通方式 第四種方式 就是想和對方建立好的溝通 和互相尊重的關係 是刻意想建立關係的 就會使用溝通知覺論的每一部分 但是因為有些人沒有受過訓練 所以他不會懂得說感覺 他覺得說感受好像很肉酸 很過人性 但是我們受過訓練 我們知道了 亦都說意向 或者有時候對方不懂得說 我們會問他 那你想怎樣 你有什麼感受 有沒有不開心 其實很多人 他習慣你的溝通方式 你問他開心不開心 他會開心 因為你會問他關心他 但有些人就覺得 你很過人性 你問我開心不開心 譬如你跟老闆聊天 你說你開心不開心 老闆說你關你什麼事 因為他沒有準備跟你溝通 他只是想指令 你問他開心不開心 他不喜歡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的老闆不開心 你想在這一陣子 跟他有好的溝通 那你就可以這樣 先用觀察 老闆說 老闆你好像今天 有些不開心 我是不是這樣 那你就嘗試 將由第三種討論 或者他指示你 轉為第四種 如果他受諾 他就開始說 他說 工作很辛苦 我自己也很大壓力 他開始 第四種溝通 他開始說他的感受 這個人問的人 他也要認識 他開始說感受 我們要分辨到 他在說哪種 他現在在說感受 這個人可以怎樣說 老闆我真的很欣賞你 你有的壓力 你都願意告訴我 我覺得很佩服你 你會這麼願意跟我溝通 告訴我你的壓力 我也關心你的 雖然我是下屬 不過我關心老闆 你也開心 你做得開心 我們大家都開心 這個就開始欣賞了 欣賞了 現在老闆繼續說 對 很多事情要做 人們又不聽話 我又不知道怎樣處理 他講出他的困難 他的困難 包括他的思考和感受 思考是甚麼 這些人很難搞 感受 我不開心 你知道他用知覺倫分享 這五件事 他就是在分享他自己的 我們留意到 我們說回第一、二、三種 到底是說甚麼 一是說一些沒有空間的東西 吃、玩、玩、那些 沒有空間的 第二種 是我要你做甚麼 你要做甚麼 那種就不是個人的表達 第三種只是討論 是I think 就是I think 都是知覺倫 都不是知覺倫的一部分 就是I think 然後第四種 就是講那個人的感受 他想甚麼 他的思想 每一樣東西 我們發覺 他開始講他的知覺倫的東西 這個溝通就有機會開始了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就要留意到 到底對方是用哪種方式 他有沒有轉動 有時候我們可以幫人進入這個狀態 例如我用一個例子 我們上班有個同事 或者有個鄰居 他那樣不開心 或者有些 總之你見到他有些情緒 或者照顧小朋友很開心 總之他有些甚麼 我們可以跟他溝通到 好了 跟他溝通的時候 比如見到小朋友很開心 你那些小朋友很有趣 你照顧這麼多人 有沒有辛苦 跟著他開始說 真的很大壓力 他開始用知覺倫 開始說他自己的東西 我一聽到他開始說的東西 即是他開放他自己 但有時候有些人就不是 他會說 我老公真是壞了 那種不是說他自己 他是說別人 那種你也可以引起他入知覺倫 怎樣引起他呢 那你的內心覺得怎樣 有沒有覺得壓力 有沒有覺得不開心 你就說回他 知覺倫就是說 我自己是怎樣 因為為什麼呢 你就說老公 只是轉而視線 老公很壞很壞 就不是說他自己的感受 但我們轉回他的感受 這樣的時候 他開始說 我裡面有什麼壓力 有什麼不開心 就可以開始見到一個深度的關係 所以這四種的溝通方式 是非常重要的 讓我們留意到 什麼時候那個人進入 第四種方式 就是一個好的關係的開始 在小組周時有這種情況 小組周時有時候 人們會分享 我有什麼困難 不過有些人就會用 教導的方式 我告訴你怎樣做 你做錯了 那那個人 就不覺得建立關係 他覺得 你們整班都是教師 我不想聽 我知道了 不過我做不到 但如果有人說 我感受到你的不開心 我感受你的壓力 我知道你很辛苦 他覺得 這個人不同人 不同普通人 他會感受我的感受 於是這個人 可能對他更信任 而這個人可能 在小組之後 就跟他聊天 我先聽到你分享 你的困難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很關心你的 我是你隨時的朋友 你都可以告訴我 我會關心你 我對有什麼地方 對你有支持 鼓勵 我也很樂意 這就是開放自己 我願意跟你有 第四種的溝通方式 並且我願意對你的生命有支持 就是我們留意到 人的說話 是哪一種風格 所以我希望大家 放在他們的記憶中 很有幫助 我們就留意到 有些人 他經常在那種第二種的 經常在第二種 並且是重量級的 經常發脾氣 經常發脾氣 我們知道他 是很難改的 其實也有很多人跟我說 我們的家人 真的很難受 經常都是這樣 這樣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可能需要 關掣 因為他經常都是說這些 但我們可以怎樣 引他進入那個感覺 我們就可以問他 這些事情 有沒有令到你不開心 有些人就會說 是不開心 但有些人就會這樣 是他壞 到你壞 所以他又去到第二種 我們就分辨了 他去到哪種 他有沒有有時候 開放他自己 他一開放 這就是一個機會溝通 很有幫助 希望大家能夠熟習 除了知覺論 就是熟習這四種溝通的方式 我知道他在做什麼 於是我知道什麼對策 如果他是普通說普通話 我們就跟他說普通話 但是說普通話 都可以進入到第四種 有時候就去了解他的感覺 他面對的事情 他的困難 他說的時候 有時候就可以建立到關係 但是關係 我們也知道 不只是聽他的問題 而回應 都是我們自己都跟他溝通的 對於他的體重 對於看到他的開心 都是很重要的 譬如我和太太 我不是經常說 你有什麼問題 我不會說這些 當然我會問 你今天覺得怎樣 他會先問我 他會問我 你今天開心嗎 今天怎麼樣 但是我會表達多些 我對他的關心 即他的東西我會關心 我會留意他所面對的東西 就會傳遞一種關心的關係 我們隨時的關係 總之總是可以建立的 有些人可以建立 就需要欣賞 這個人是你的朋友 有人願意跟你 用第四種方式溝通 是你的朋友 你要珍惜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是不是容易找到 不容易的 是很難找到 所以你找到一個 真的會肯關心你 回應你的人 這是一個禮物 我們就需要去珍惜它 OK 好了 第四種就是 意願和人建立這種尊重 好的溝通 用知覺論的溝通 有不同意見都會溝通和尊重 就不會用壓力 不會說你要怎樣 你又要怎樣 即是我們向人傳呼吸 傳了他也不相信 我們不用壓他 我們可以說 你慢慢想想 神是很真的 我希望你能夠認識耶穌 我們將來可以上天堂 不過你自己先想想 就是有一種正面的感覺 就不是好像 你不相信耶穌 我就不理會你了 或者我不喜歡跟你聊天 他就覺得 你只是利用我 你只是想我相信耶穌 我一不相信你就沒有興趣 這種方式不是為了控制對方 而是大家能夠合作和關懷 好 我也想說一下 這個第四種溝通方式 是一定要兩個人都願意的 如果一個人想溝通 心有溝通 但是另一個人 經常都用壓力 經常推卸給別人 說別人的事 別人的事 的時候 是做不到這個第四種方式 第四種方式 一定是兩個人都願意的 有時候有一個未必這麼快願意的 但是另一個人邀請他 他慢慢願意 就會建立這個關係 需要兩方面 有一個經常都是 譬如結婚也是一樣的 兩夫妻結婚 有一個很想建立關係 但另一個 只是想利用他 想為了得到一些益處 是不喜歡說自己的話 如果長期都是這樣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建立一個深的關係 為什麼這麼多婚姻 結婚這麼多年都沒有一個深的關係 因為他們兩個或者其中一個 是不願意用這種開放自己的溝通方式 我們現在就練習了 練習的時候 我們也是分享一些發生的事 然後盡量在五方面都說 然後其他人可以聆聽 不只是組長負責 每個人都聆聽 引導他 而回應 我都願意關心你 我都聽到你說的 我感受你的壓力 感受你的不開心 就是建立這種 第四種的溝通方式 當他分享的時候 我們都嘗試透過這個小組分享 和他有更深的認識 以致可以開始到這種 第四種的溝通方式 亦都可以留言 即使我們的方式是什麼 是否做得到第四種 這種的開放自己的溝通方式 這樣的時候 關係就會進步了 我們就懂得如何 跟別人建立第四種的溝通方式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關於這個第四種的溝通方式 基本上就是能夠將知覺論 不同的表達 就是說 我的行動 我看到什麼 我有什麼看法 我想什麼 我的感受是什麼 能夠溝通這件事 而對方是會欣賞 和回應 和關心 一定是有關心的 是關心他的 關心他的這些經歷 這些的感受 而會回應他的時候 就會建立一些更好的溝通 一些更好的關係 進入第四種的溝通模式 這四種模式 大家記不記得第一種是怎樣 家常的溝通 普通的東西 第二種是有些壓力的 有輕量和重量 輕量就是指叫他做什麼 重量就是 吵架、逼他 第三種是什麼 討論的 事情討論的 第四種是用了知覺論的 幾方面 而對方會回應 以關心 會回應他來建立關係 所以希望在小組的時間 都能夠建立一些關係 都可以表達出來的 即是表達出來 即是先說 我都覺得有種 好像有種親善的感覺 大家溝通的時候 有種親善的感覺 因為這個關係 包括一定有愛和關心 OK 終於是 所以 會不會 有種 事實上 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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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